我们看一下我们为什么学习舌枕啊 或者是说学习望枕 自古就有呢望而知之位之神啊 啊这个说法 上宫呢望而知之啊 中宫问而知之下宫脉而知之啊 这个望枕古人将望枕排在了第一位啊 中一四枕叫望万万千 呃这个中国人呃从古至今他的一个习惯 就是把最重要的啊最好的放在第一位 那么古人把望枕放在第一位肯定是用意不深的 你比如说我们平时用眼睛啊睁着眼睛走路 我们非常的顺畅和快捷 如果你闭起眼睛来 单靠听觉和触觉 摸黑走路 那会非常的缓慢和困难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人类的视觉要比其他的感觉存在着 很强的优越性 这也是望枕举手的必然性 你像脉枕啊 脉枕是很难的啊 脉力优微是吧 苦其难别 再心一了 直下难鸣 脉枕需要经过很多年的这种实践的积累 才可能逐渐的掌握 你也不一定掌握的很好 凡是现代啊 有名的一些一家啊 诊断同一个人 他窃脉 他可能窃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因为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 更何况他他还有一些流派 即使是同一流派的 他也可能不一样 你有的脉 他有的人感觉像是个紧脉 有的人像是咸脉 啊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普通人的话 那就更难理解 更加难以感受了 啊 你这个望枕 他就不一样了 你舌摊是厚是薄 舌质是身是浅 啊 你这个口水是多是少 啊 舌体是圆的是方的 是长的是尖的 一目了然 不需要经过特殊的训练 啊 只要把我们这个奇效舌诊的理论 看一遍 学一遍 啊 你直接一看 你就知道 他是什么样的舌相 他有什么样的症状 他需要 如何来治疗 你就 都能够明白了 啊 就是一望便知 一学就会 啊 就是这样的 啊 所谓的大道之简 在清代的杨云峰 林郑艳舍法 这本书里面 啊 就有说过 说舍者心之苗也 五脏六腑之大主 其气通于此 啊 其笑开于此者也 啊 查诸脏腑图 疲肺甘肾 无不细根于心 和诸经络 啊 考手足阴阳 五脉不通于舍 啊 所以呢 不单是经络脏腑的疾病 有胎可验 凡是内伤的 外感的 以及各种杂症 没有一样 不能在舍相上面 进行展示的 就是所有的疾病 无论是虚实时 是内伤还是外感 都会显现在舍上 所以呢 据舍一分虚实 虚实错不了 据舍一分烟阳 烟阳错不了 据舍一分脏腑来配方子 脏腑错不了 开的方子 也错不了 更何况呢 在这个特殊情况 啊 危急疑男之亲 往往正无可参 脉无可按 而唯以舍为凭 尤其是妇女和 和这个小孩之病 啊 他有的是不会说话 或是不会形容 啊 闻之无息 问之无声 唯有舍可验 这对舍诊 啊 提出了一个 很高的一个评价 在这个 梁玉宇舌见辩证 这本书里面也说 说辩舌叫正脉烧义 脉隔疲 而舌无疲也 还脉不变 热脉多变 而舌色则不乱也 切脉瓶齿射于恍惚 而观舌平目 又为昭著也 脉动之源 根于心 每刻心跳若干次 则脉动也若干次 一脉验心病颇弦 一脉验他脏之病 每一混乱 为舌 居肺上凑理 与肠胃相连 腹中元气 勋征酝酝酿亲切 险路有病与否 昭然若接 也确然可斥 小病呢 以舌脉参判 九病 即略为重一点的疾病 脉呢 有时窃不出来 则当呢 舌脉平舌 不要居之于脉相 还有这一个清代张灯 《上寒舌舰》里面 曾说的一句话 盖邪气入理 其须是寒热之机 必献于舌 非若脉之 眼而不咸眼 况 阴圣阁阳 与邪热玉符 多有甲正 甲脉 为焰舌上胎色 之滑躁厚薄 招若兵剑 无所遁形 通过这三本古籍的描述 我们对舌疹的优势 或者是学习的必要性 在心中一定是有一个 大概的一个地位 一个轮廓了 盖有诸内 必行诸外 我经常说 生活之理 就是中医之理 凡事之愈发者 必有其先兆之应 所有的东西在发生的时候 都有一个预兆的 比如说 各种的自然灾害 比如说之前 汶川大地震 我们经常看那个 当时的新闻 然后事后的采访 也许是事前 也许是事后的一些采访 就有很多的村民说 这各种的乱象 比如说 有的村民在那个河塘里面 青蛙成灾 从来没有那么多青蛙 就乱叫 并且在河中 看到了一个金色的青蛙 以及其他的 比如说 还有那个地震云 等等 其实都有一些预兆的 只不过是你 能不能看得懂 能不能了解他的深意 望月之迎缺 之朝之涨退 什么时候涨潮 什么时候落潮 就看月亮 因为这个潮水 它是由月亮的这个 潮汐力 所这种引力 所那个形成的 这个它是有关系的 关云之浓淡 小天之晴雨 最起码的 我们不会预测的人 我们一看阴天了 那可能就要下雨了 万里乌云 那个它也下不了雨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 一个判断 道呢 其实道不远人 道呢 就在我们这个生活之中 只不过呢 百姓日用而不知 我们每天都在 都在使用这个道 但是我们不知道 它是道 不知道这个道理 占星斗之运转 明四十之吉凶 古代呢 有占星术 就是 青木水火土 我们都知道 范太岁 太岁呢 就是木星 就是九大 八大行星 现在叫八大行星 里面的一个木星 就叫做太岁 它根据这个木星 每年月行 这个位置不同 它对人体 对人们的这个影响 是有差别的 就是这样的 查人之气色与胎蛇 可现脏腑之安样 疾病之由来 事故人身诸病 已发或愈发者 亦必有外应于人身也 该有诸内者 必行于诸外 或在蛇 或在脉 或在人体的诸部位 皆有应验之机 此一定之理 所有的疾病 必然会表现在外 只不过是你能不能 看懂的问题 我们现在所做的 就是来破译各种蛇像 对于我们人体 它的一些反应 我们这个列文出现在这里 它代表我们人体 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蛇交红了是什么问题 蛇根红了是什么问题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这种 有丝外串内 这样一种翻译 就相当于翻译 我们是人体内在 问题 表现在蛇上面的 这样一种翻译的工作 或者是一种解密的工作 感谢观看